Google市場要不要再存檔 就是說 你傳比如說我們今天Google應該各位之前我都有講了 比如說我們在傳 假設我這邊就是傳到這邊來好了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檔案我假設我把它把它先儲存起來 把它儲存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確定是有保護的 可是你換了密碼 你有個有一招就是說你可以把剛剛我做的那個檔案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 像我的我的這個隨身碟裡面 裡面的 這邊 這一次 看一下修改日期 今天這個OK 就是這個檔對不對 我可以怎麼樣把它傳傳到雲端上面去 那傳上去的方法我講過了你可以按 這個拖拉沒有放開對不對 我特別需要你在拖拉放之前 先要檢查一個東西 就是齒輪的地方 上傳設定有沒有 他預設不見得一定會幫你把這個打勾 就是將 以上傳的檔案轉換成Google文件格式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地方有打勾的話 他會幫你把 以Sale的 X 比如說 XLS M XLS 等等 他幫你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因為 我們現在以Sale的試算表跟Google試算表其實是兩個不一樣的格式 但是如果你沒打勾的話他不會轉換 所以我建議你先檢查一下 傳上去之前先確定你這個地方是打勾的 那有的時候我不要轉換了我就不打勾 我確定他有打勾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在把他這樣拖拉過來 放開 那上傳的時候你會發現喔 他本來是這個圖示 這個圖示是 我們原來那個什麼呢 Excel的格式 那傳上去之後你會發現喔 他的圖示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他幫你把它轉換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傳上去 假如說我再做一次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剛剛這個地方上傳設定沒打勾對不對 我如果再傳一次 再傳一次 你會發現喔 他的圖示原來是這個對 傳上去呢 還是這個圖示 這個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啦 因為我每天都愛用 我已經用的算是 因為我用了用他也從他剛開始出來我就用到現在應該有 他應該有個七八年以上的時間 那 這邊的話你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開啟這個 他會直接用Google的 Google的試算表開起來 那如果說你是用這 就沒有轉換的話按下去 你會發現他是用圖檔的 圖檔的形式幫你開起來 因為他沒有轉換 所以他只能夠讓你看到大概 OK 所以兩者的差別在這裡啦 那如果說我轉換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傳上去之後你會發現這個公式也已經又出來了 對不對 那 也就是說剛剛的破解 當你轉換的過程當中就消失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把它什麼 再下載回來 下載成以色 有沒有因為 你可以傳上去到Google試算表他幫你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把它從Google試算表再轉換回來 變成那個 Excel的格式 所以你把它下載這個檔案就開始 如果這個時候再把它開起來的話 再開起來的話呢 啟用編輯 那各位可以看到本來有保護的 有沒有 沒保護了 那可不可以修改 輸入 可以修改 所以